大家好 我是老船長 他是豬腦袋 豬腦袋 觀眾要我問你最近怎麼操作 什麼 放空台積電 好 是 請問各位觀眾你有沒有買台積電啊 沒有 那有沒有買聯發科啊 沒有 所以說現在投資人 當然啦 我們也沒有買 好不好 我先聲明 我們不是詐騙集團 對不對 沒有買就沒有買也沒有關係啦 好不好 有買的我們祝福人家 人的心胸寬大一點 不要見不得別人好 是不是 老船長你講的是很有道理 但是我們辦不到 好啦 好 那話說回來 就是說最近投資人很急躁 想看著這個指數 你看今天再創歷史新高 但是呢 投資人賺不到錢也就算了還賠錢 怎麼辦 對不對 然後你們很擔心 這個指數一旦反轉之後 其實不用想那麼多啦 因為有的時候 譬如說台積電它漲漲漲漲漲漲漲 它不漲了 它可以再橫向盤 它不一定要跌啊 對不對 那就換小股票怎麼樣 升龍火虎啊 是吧 所以也不用太擔心 那我們現在還是要來看一下 美國股市 美國股市 美國股市是這樣 我說拜登登基之後 的行情 要看拜登的動作 那他才就任第一天 但是他簽署了很多的行政法條 老船長就有些看出端倪來了 怎麼講 當然這個跟我們之前來判斷 拜登的個性 很有關係 我現在不是在講廢話 也不是在跟各位閒聊 因為台北股市的漲幅 是全世界第一 各位記得 全世界的股票市場 台北股市是漲幅是第一名 美國股市遠遠落後我們 那美國股市 他會不會漲 他當然會漲 因為拜登就職之後 我說過本來我們不去預測 他現在已經就職了 要開始展開他的任期 對不對 那從他簽的這些法條 他把很多川普之前 比如說川普他說 我們幹嘛要做環保 對不對 美國吃虧什麼 全部拜登都說不行 我們要愛這個地球 還有呢 拜登他消弭這個種族的這個歧視 黑人白人之間的矛盾 川普是去分化 讓這個黑人跟白人對立 白人主義 這個反正川普就是很可惡 活該下台最好 那拜登的做法 他是比較走中庸之道 然後你看他對抗中國 他的 對不起 他的手法不像這個 川普這麼激進 我說過川普他的中美對抗 最後叫做雙輸 那個是沒有智慧的政客 真正厲害的政治家 是要怎麼樣 中美對抗也好 要怎麼樣也罷 最後要雙贏 那是最漂亮的 對不對 當然很難操作 境界也很高 但是你要往那個方向去做 我覺得拜登他好像就是要朝這個方向去做 他不會刻意的去製造對立 然後來騙選票 這個是我覺得比川普要好太多 而且要高明的多 什麼 那我唯一擔心什麼 舉一個例子是不是 我就擔心 拜登年事已高 我很怕他有個什麼 希望他能夠長命百歲 假霸禮 但沒辦法 因為有時候年事高 你看他要承受全世界的壓力 我也不知道他的身體能不能挺過 不曉得 年紀真的很高了 對不對 那我們希望祝福他 那不管他總不會 現在才剛上任一兩天嘛 對不對 應該沒有問題 那我們知道拜登他是種科技股的 對不對 那川普是什麼石油 金融的 華爾街比較喜歡 所以你看 這兩天 美國的NASDAQ 漲幅很驚人 很兇 對不對 那但是整體來講 道瓊現在正準備要噴 正準備要噴對不對 台北股市早上噴出去了啦 有沒有 美國股市在這裡啦 看到沒有 台北股市在這裡啦 所以我認為美國股市 它應該有機會噴一段 那現在重點來了 美國股市噴一段 那台北股市是往下壓嗎 應該不會 我們的漲幅贏美國是應該的 第一個我們沒有什麼疫情 第二個全世界最棒的電子代工 都是在我們台灣啦 然後我們因為 又是因為中美貿易戰有沒有 我們接單拿到好處啊 不要講別的聯電 今天收盤最高啊 對吧 所以美國股市接下來大漲 那如果台北股市再大漲的話 哇 那接下來啊 那就是外資看 重新調高目標價 台積電要看到800多 我說過台積電如果真的 漲到800多的話 那台北股市 蛤 不就漲到18000點了 對不對 那不管它來不來我不管啦 總之 聯發科他們調1000嘛 那聯發科今天多少 你也沒感覺 因為你也沒有聯發科嘛 930幾 我之前在節目上講說 我姐姐 親姐姐 她有聯發科 她從400多 就一直問我 就說不要賣 不要賣 今天問我跟她講 那你就真的想賣 怕你就掛990嘛 哪一天你看漲停可以到990 你就把它賣掉 外資看1000 我們不要那麼貪 對不對 990就把它賣掉 好不好 好 那你去想聯發科 外資調到1000 台積電800多 光這兩檔 那其他股票都死啦 都不會漲嗎 也會漲啊 所以台北股市 如果美國股市 開始走一段噴出的話 台北股市應該還會有 陌生段 你注意看 好 這個跌到最低的地方 開始漲 這個叫出生段 漲到這邊整理完畢之後 再漲 叫主生段 然後呢 後面會有一個 末生段噴出 也很合理啊 很合理嘛 對不對 好那現在問題來了 叫你買台積電 你不可能嘛 聯發科辦不到嘛 聯電也沒什麼興趣嘛 那應該買什麼 老船長都得其他的股票啊 對不對 那你就要去想 最近老船長 在節目上 跟大家分享一檔股票 叫大同 對不對 我今天 你看我上半段 就要開始來講大同 不然我發現很多觀眾 聽不懂 這話怎麼講 就是說 我今天我老船長看好大同 不是他的本業啊 他本業賺什麼 賺鴨蛋啊 沒賺錢啊 各位注意看 我的分析喔 你可以參考啦 因為我講話很實在的 有沒有 我就算看好他 我也不會故意騙說 他多好多好 然後我就不去講他的基本面 他基本面是賺鴨蛋啊 但是賺鴨蛋的公司 股價比他高得很多 非常多 他也才二十幾塊 也不算高 很多公司賺鴨蛋 對不對 舉例 我看看這個 是不是賺鴨蛋啊 看他有沒有長進一點 他比大同還要爛啊 他還負的 大同這邊零 他還負的 0.03 然後他多誇張 還九十幾塊 有沒有 頭顧有沒有老師叫人家買漢訊 有沒有 當然有嘛 輸死了就不敢講 就是這些貨色啦 那為什麼我一樣 我們都講 就算你漢訊跟大同一樣 都賺鴨蛋好了 為什麼我不會帶會員去買漢訊 漢訊什麼 一下洪海集團 還有什麼 比特幣 不要來這一套 你就沒有賺錢 比特幣的題材 我個人不是很認同 我覺得他比較虛幻 那老船長 你為什麼 大同的基本面不好 你為什麼這麼看好大同 好 你去想 大同公司 他的股本 233億 對不對 然後呢 你去看他 每個月的營收 才二十幾億 為什麼 他賣那些家電 可能大同電鍋 是賣最好的 其他的你說 你現在要去買他的電視 電冰箱買的人很少 洗衣機 有這麼多的廠牌競爭 對吧 那你看Sony Sony早期也是賣電器的 日本的新利 對不對 可是人家後來有出手機 你大同有出手機嗎 拿了上檯面的手機 就在世界上排名的沒有 所以你的營收才二十幾億 那你搞了一個兩百多億的股本 然後做一個月做二十幾億的生意 我講給大家聽 你們很少去 從這方面去思考問題 那我講的比較細 你注意看台積電 台積電 2590幾億的股本 可是你知道他一個月做多少億的生意嗎 百萬千萬億 十億百億千億 他每個月營收是一千多億 兩千將近六百億股本 做一個月做一千多億的生意 那你大同 所以我說你大同的股本兩百多億 就你生意只有做到多少 二十幾億一個月 還有更厲害的 你們看聯發科 我先給你看 聯發科一百五十九億的股本而已 你知道他一個月做多少億的生意嗎 百萬千萬億 十億百億 一個月做三百多億的生意 他的股本也不過一百五十九億 你看看聯發科會不會賺錢 當然會賺錢 所以人家股價九百多啊 很合理嘛 毛利率又高嘛 是不是 那老船長抓到了 對不對 大同賺鴨蛋 股本兩百多億 一個月才做二十幾億的生意 開這麼大的店要幹什麼 對嘛 那你就要去想 我在市場多久了 我又不是豬八戒來著 對不對 我為什麼要這樣看好大同 對老船長我們有的時候應該怎麼樣 反向去思考 我又不是吃飽撐著 對不對 這麼多股票我非看好大同 所以下半段節目回來 你要從另外一個角度 來聽谷海老船長分析 導播 古海茫茫茫茫茫茫 您需要一位頂尖領航者 古海老船長 我們擁有陣容最強的IR團隊 提供您上市上櫃第一手訊息 我們擁有日夜盤最先進王冠AI智慧系統 方向清楚掌握致富關鍵 顧德頭顧老船長 是您古海中的一盞明燈 顧德頭顧諮詢電話 0800-555-808 0800-555-808 您的理財專家顧德頭顧 我們擁有一流證券、期貨、分析師陣容 多空雙享操作為您累積財富 金融市場詭居多變 您需要更全瞻、更專業的團隊 但您避開風險再創財富巔峰 顧德頭顧洽詢電話 0800-555-808 0800-555-808 好我們先來看一下 上一次大同很熱鬧的時候 是在什麼時候 各位看 在這個時候 對不對 距離現在一年多的時間 這個時候呢 經營權之爭 市場派 公司派 最後誰勝出 公司派 對不對 林郭文彥勝出 勝出之後呢 大家對於大同有沒有想法 有啊 就是一成不變 啵 噗 戲 欸 最近怎麼這樣 因為經營權換人了嘛 所以你要去思考問題 上一次經營權之爭 市場派當然要買進大量的股票 不然你股權不夠 你爭什麼東西啊 對不對 可是最後失敗 那時候大同什麼公司派 有什麼地方 後來 好像違反證券交易法嘛 對不對 證券法規說你這樣不行啊 那 這個林郭文彥就退下來 換成 換成如明光嘛 對不對 大家都知道這個事情啊 那你要去想 當初為什麼這樣會摘下來 因為董事長沒有換人做做看嘛 你聽得懂嗎 不抱任何希望嘛 資產不能活化嘛 因為我說過你賣電器再怎麼賣你 230幾億的股本 你能夠EPS多少 你告訴我 你們有沒有去想過這個問題 光靠大同這些家電 要養了裡面有很多都是老員工 你也不能夠把人家裁掉嘛 這樣大家明白意思吧 可是新的董事長上來 他當然懂這個問題啊 是不是 然後他還在繼續賣電鍋嗎 當然不是嘛 他要發展什麼 電動馬達 電動車的電動馬達 當然這個需要時間 短線你看不到EPS的 對不對 那老船長你看好他幹什麼 所以我看好的是怎麼樣 土地資產45萬坪這一塊 資產的活化 他的土地價值超過千億啊 你不要哪一天等到 他說他現在有一塊地要活化 對EPS的貢獻是多少 那這漲停鎖你買不到 那老船長這個今年有沒有可能發生 我認為今年很有可能發生啊 我沒有講百分之百 內線交易歐北來 我是說很有可能 因為盧明光董事長自己講的嘛 那大同這麼多的土地 要好好的利用啊 那不就叫資產活化 那他們要怎麼做 他也不會打電話告訴我嘛 但是各位觀眾 這是不是一個希望 老船長什麼希望 這次股價就有機會 翻了又翻了希望啊 你這一波漲到1萬6千多點 台積電沒買 連發科沒買 大家都沒買 乾瞪眼了 對吧 那你總要找一個 可以甚至漲幅後面 後來居上 幹掉台積電跟連發科的啊 那你告訴我 你現在手上什麼股票 有這個機會 你只要告訴老船長一聲 就好了嘛 這個是不知道 所以現在投資人 急得就像熱鍋上的螞蟻一樣嘛 對不對 那我好不容易在 這麼多的股票當中找到一檔 董事長換人了 本來世世代代都是林家在把持 然後公司一直在虧損狀態 這樣當然是怎麼樣 沒有希望嘛 對不對 我說過這個不是漲真的 這個是因為經營權之爭 有沒有 拉假的 回歸怎麼樣 基本面 那基本面一定是 不用看嘛對不對 賺壓彈嘛 但是為什麼上來 你們要去思考這個問題 難道大同最近開始賺錢了嗎 不是嘛 對不對 老船長你這樣講 我們就慢慢懂了 那 我的理解 我的了解就是說 它現在股價二十幾塊 對不對 然後呢 也沒有開始正式大漲 好 等到這個錢高 一旦它越過的時候 我跟你保證 很多人就會跳進來追 所以你只要不是我的會員 你就兩個字看戲 我在市場呆久我太了解 你們現在要去買股票 如果要賺3%5%那種 你就隨便買 我跟你講真的隨便買 都有機會嘛 對不對 台積電聯電 這個聯發科休息 就換小股票啊 對不對 但是小股票 哪些有翻倍的可能 你告訴我 那你要告訴我原因跟理由 你不要說你認為會翻倍 就會翻倍啊 那開玩笑 起碼你要把機會點 在哪裡講出來吧 那大同有沒有機會點 有啊 那資產活化啊 他那個資產一旦活化EPS 灌進來的時候 再加上他換董事長 董事長以前經營中美金 把中美金的股價 從底部一路拉到16070 是不是 所以說你們做股票 要長線投資 不是投機的朋友 我講的話你參考 對不對 我很用心的 因為我當然有一些消息跟資訊 我在節目上我就不講了 但是我要告訴你 你真的要 就像我之前在節目上講過 我說我過去的主管 我那時候還很年輕 人家聯電買四萬多張 十幾塊買 大概十二三塊買 四萬多張 為什麼人家現在住地保 這樣你知道 那聯電十幾塊整理很久 沒有人看好 人家為什麼買四萬多張 這樣明白意思吧 好 有些時候 你就是用龜兔賽跑的那種精神 去操作股票 你不要看到人家股票在漲 你就很羨慕 不需要嘛 對不對 你只要自己買了這個股票 你心中有一把尺 我為什麼買它 我看好的原因是什麼 一二三四五 對不對 而不是 哇市場上你看那時候 哇比特幣標啊對不對 漢訊一堆頭顧老師在講啊 叫會員買就輸死啊 這原來是怎麼樣 公司一直賺壓彈 然後股價炒到一百幾十塊 亂七八糟啊 對不對 一樣沒賺錢 人家大同二十出頭 你一百幾十塊開什麼玩笑 那你比特幣炒完了還要炒什麼 對不對 所以有的時候你跟到 比較有良心的投顧老師 你至少不會走向歸零高之路 但現在有良心的老師不多了 還有那種睜眼說瞎話 你看台北股市今天怎麼樣 已經一萬六千一百五十三點了 對不對 再問一次嘛 請問一下 空頭大老書 從這邊到這邊 是不是只有做空才能賺錢啊 請你回答一下好不好 所以看我的測標 美國股市我認為它要開始再噴一段 因為現在拜登他的表現出來就是 我覺得他是走中庸之道 畢竟他也有年紀 但他休養比川普好很多 我相信一個老者 一個長者 一個智者 他到了一定的年紀 他的胸懷都會比人家寬大的 他所做出來的事情不會是對立的 一定是怎麼樣 包容的 所以我看好這個拜登 比看好川普好太多 你看 美國疫情會 今天搞到這樣 死這麼多人就是川普造成的嘛 對不對 拜登一直叫人家戴口罩 川普跟人家說這個打個噴嚏就好 亂七八糟 對不對 好 聽說 幾年後還想再出來選 要不要臉 要不要臉 所以我 當然因為美國死這麼多人 這些冤魂會不會去找他 這個在我們東方來講 萬般帶不走 唯有夜相隨 所以我覺得人要開大門走正路 多種福田 像最近大家幫我按讚的人數又飆上去 我很高興 小弟真的很感謝 謝謝你們 福田全部給你們 因為你們喜歡聽正派的節目 到現在還有人被洗腦到每天暗時收看空頭大老書 所以綁好安全帶 你們這些 尤其是他的會員 準備被嘎死吧 這是鬼話嘛 對不對 做多 難道你的老師不能帶你做台積電聯發科嗎 聯電不行嗎 賺翻了吧 帶你空哪一支 你告訴我嘛 空哪一支嘛 是不是 我們都不要講 我也不是他的會員 我就知道根本是鬼扯蛋 對不對 那大同這一檔股票 我也 最後我講在前面 你只要不是我的會員 你是賺不到錢的 我給你保證 我隨便舉例嘛 他最低來到23塊8那天 你有沒有買 沒有嘛對不對 好 再高一點25塊多一點點 你有沒有買 沒有買嘛對不對 今天收盤多少 你記得 今天收盤26塊多 你也沒買嘛 對不對 好 你就記在心裡面 你會發現 奇怪了 怎麼那個味道越來越出來了 哪一天你只要看到新聞說 土地資產要活化 不用賣啦 直接鎖漲停 而且這一次會 不像以前都是狼來了 都假的 因為現在經營者不是林家 你知道嗎 他比較用現在的經營的角度去看 你一個公司這麼多土地要幹什麼 閒置在那邊 然後股本這麼大 然後營收那麼少 這個都要去革新改進的 我講真的 我們是為大同好 我也不是要批評什麼 過去的經營團隊 人家也是很辛苦 撐撐撐撐到現在 對不對 那只是說 他們現在該享福了 退下來休息 交給專業經理人 是不是 羅明光董事長 他也是大同工學院畢業的 我說過有這種情懷嘛 對不對 你就是這個學校畢業的嘛 你重新把大同的招牌插量 我不相信股價只有二十幾 但是這個需不需要時間 可是有一個很快的就是 一旦他開始要活化哪一塊地的時候 那個是非常快的 不用說真的 我的EPS要真的出來不用 那你們覺得有沒有可能 我覺得可能性很大 有些事情我也不方便跟你們說 可是我可以告訴你 很清楚告訴你 我覺得可能性很大 這樣各位懂我的意思嗎 好不好 你今天看完我的節目 你好好的思考一下 我是不是要找一檔股票 這檔股票 它甚至有翻倍的可能性 對不對 不然你現在著急也沒有用嘛 是不是 然後這個股價又目前很低的 又換了經營團隊的 這很難遇到 這一輩子很難遇到 尤其過去又是百年老店 招牌一旦差量 我相信不得了 對不對 我希望這個節目 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我不是每天來這邊 你看招收會員什麼都沒有 今天都不准打電話來 我昨天有講過 今天你不要再打電話進來 你只要不是我的團隊 這檔股票你看得到 但是我給你保證 你吃不到 因為這裡面有非常厲害的主力 我已經跟你們說過很多次了 感謝各位收看 最後拜託幫我按讚訂閱分享 我們明天再會 拜拜 本投資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各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